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可是我们党一般女王 他唱了齐琴这首歌曲 当时齐琴是她的男朋友 思念是一种病 这首歌唱着唱着就走音了 而且还压嗓子 网友就说老天爷真的是公平的 用这个方式大酸特酸他 不过早些年齐琴跟王祖贤的感情 历经二十年分分合合 到后来也是没结果 而王祖贤疑似呢 还借助了香港房地产负伤的婚姻 背上小三的罪名 也许如此吧 王祖贤决定后来就学佛吧 没有说一定要结婚的 另外美国加州公路当中 这台小飞机破箱之后 车率量很大哦 马上迫降 马上爆炸 变成一团火球 相当惊悚 今天各位来宾 首先欢迎赞生影评人 麦若宇 文姚好 大家好 赞生才记者蔡玉珍 大家好 藝術史记者蔡玉珍一 文姚好 大家好 媒体公子康元俊 文姚好 大家好 国总投资美国真的是一鱼双吃 除了面板之外 现在进军的是生技产业 将来会有鸿海牌的花旗森 上周四鸿海与威州签署 投资面板厂MOU同一天 美国威斯康星地方媒体报导 鸿海董事长郭泰明 也和花旗森农业总会 签下了合作意象书 照片中 站在郭泰明左边这位 正是许氏森业集团创办人 在美国华人圈 有花旗森教父称号的台湾移民 许忠正 郭泰明找上许忠正合作 因为他的森业集团 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花旗森产销企业 据点更是遍及美加台港中 看准去年 美国出口59万磅花旗森 几乎98%都出自威州 郭泰明下一步 就是要以科技方式 客制化生产人森食品或饮料 扩大消亡亚太市场 又称粉光森或西洋森的花旗森 因研究显示 可助糖尿病患者降低血糖 或帮癌症患者维持体力 长期以来 郭泰明都买来给92岁母亲 初永珍和自己吃 甚至太太曾经营 这回跟来美国 都曾提到要买 威州名产花旗森 郭董的3000亿投资 除了在威斯康星 设面板制造园区 也延伸到生计领域的人生 甚至癌症中心 或许不久的将来 台湾市面上就能看到 红海牌出品的人生饮品 我们给郭董加油了 因为除了面板之外 当然他很希望 能够半导体拿下来 不过先把生计也搞好 也不错啊 其实他是多管齐下 因为他现在有13个 这个所谓的次集团 那其中有关健康事业方面的 就是由曾欣颖的姐夫 吴良湘在负责 所以呢 接下来会不会有 所谓的红海牌花旗森 大家都很期待 应该是一定会有 以后标签改成红海牌 对 这个其实我手上的 这个就是威州的 就是威州森黄 就是来自威斯康辛的 这个花旗森 其实真的好香 真香 真香 就是真的会让大家觉得说 郭董为什么会喜欢 然后呢 他真的是 曾欣颖说 这次去威斯康辛 一定要顺便带这东西 结果郭董当然说 未来不用自己去了 那边再买 我们自己种 自己来卖 你说什么 亚洲人 华人最喜欢 当然而且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威斯康辛的花旗森 为什么因为这是郭董会决定在威斯康辛 确实 真香 真的很香 对那这个其实它真的是 尤其是老人家 你早上的时候 然后这个稍微 你可以把它磨成粉 有些人用成粉光森的那个粉 然后早上 然后配个温开水 它真的是会让气色很好 因为我妈妈早上的时候 我也用这个给她吃 那她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然后体力很好 OK 所以郭董呢 她觉得说除了这个拼拼这个科技事业之外呢 那如果可以照顾员工的健康 她未来如果在威斯康辛 这里要打造这所谓的微谷 就是在威斯康辛的这样一个高科技的产业 因为大家本来提宣布的时候 是一百亿的美元 对不对 现在对不起 现在是三百亿 多三倍 对多三倍 那这其实其中呢 她为什么会选择在威斯康辛 因为其实呢 这个库什纳 库什纳她带着很多 带着美国七个州的这个州长 飞到这个夏浦 飞到大阪去见这个郭董的时候 其实呢 后来郭董发现说 威斯康辛的州长呢 她最积极 然后她也提出一个所谓 三十亿美元的税务优惠 那所以估计可以在二零二零年 完工的这样一个场 让郭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动心 所以她才决定说 投资这一百亿美元 是要在那边设所谓的 这个应该是包括 8K电视的面板 她觉得算得好 但是呢 怎么会只有这一个 一百亿的8K呢 当然不止啊 因为她还要做别的 所以那天陪在旁边的 除了威斯康辛的州长华克之外 那当然最受瞩目的就是 左右这两位 这个应该算是配角 但是这两位配角都很重要 就是花旗生教父 教父这个许中正 许中正是台湾去的 对澎湖人 然后台大外文系毕业之后呢 就到美国去念了一个硕士之后呢 那就留在留在这个美国 本来她是当公务员的哦 结果后来呢 她觉得说那我是不是 这个留在那边领这个所谓的铁饭碗当公务员 后来她发现说 在威斯康辛这个地方呢 其实因为她靠近这个五大湖 就靠近这个密西根湖嘛 那而且呢 她的土壤非常的好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处女地 那这种地方呢 不仅土地含有微量元素 它也非常的干净 土地很好 对土地的水质很好 所以她以前呢 本来是代工 本来是帮人家卖 也就是说她除了当这个公务员 这个铁饭碗之外呢 减买做生理 所以呢她本来是在那边帮忙 卖这个花旗生 后来呢 发现花旗生在威斯康辛真的不错 就是那里呢 就是适合种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花旗生 全美的花旗生 95%就来自威斯康辛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呢 她是到了这个1978年的时候 才正式 就是说成立了这家公司之后 然后开始成为美国的 这个第一个华人创立的花旗生公司 你知道这样子 将近40年下来 其实呢 她已经做到年营收超过5000万美元 所以也算是 应该算是 这个非常的大 所以台湾的媒体也都介绍过她 所以呢 许中正 然后跟她的儿子 刚刚我们看到另外旁边的这个许恩伟 就父子两 就陪同州长 以及郭董在那边开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陪开这个记者会 那那郭董就看到这个东西说 那我以后呢 我是不是要到这里来 才能够吃得到 威斯康辛的花旗生 结果后来呢 许中正大爷 两个人父子这样的游说说 没关系以后呢 你的红海牌花旗生 我来帮你量身打造 所以才会有郭 郭董有这个进军到这个花旗生的红海牌花旗生这样的一个想法 美国加州公路上面车非常多 车流量那么大 突然之间这台小飞机 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 它必须迫降在公路当中 结果没有想到真的迫降 迫降完后马上就大爆炸 赶紧的出道去救里面的驾驶 对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美国加州局局 那有一架这个小飞机 事实上它从这个机场 刚开始起飞不久之后 它就发现到说它的驾驶 就那个整个机械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他决定要返回到机场里面去 可是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瞬间启程一个火球 因为驾驶他把这个飞机开回到机场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他根本没有办法顺利的抵达 所以他就看到旁边有一条这个高速公路 他就决定在这上面进行迫降 结果没有想到 他一迫降下去之后 飞机立刻就爆炸起火 但是还好的是说什么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这个驾驶居然没有事情 正驾驶跟副驾驶居然没有所 那所以后来大家就调查讲说 真的是还好 你知道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一瞬间这样撞下去 而且高速公路上面车来车往的 他居然还没有造成更大的一个重大力量 对你可以看到整体的那个范围 其实没有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那真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所以你知道其实以飞机来讲 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说实话你飞行前的这个检查很重要 那你飞行中如果真的遇到出事情的时候 我跟你讲不是飞机上面的人要紧张 连在地面上的人可能都要紧张 你在画面上面看到了这个 我跟你讲这个是在葡萄牙 你知道那有那个有两个 因为他是发生在一个海滩 那结果有一个五十岁的男子 跟一个八岁的一个女童 他们就在这个海滩上面 就是阳光 阳光沙滩比基尼嘛 就在那边晒日光雨 结果没有想到突然有一架飞机啊 突然就这样摇摇晃晃的飞到海滩上面去了 你是迫降啊 他还不是什么水上飞机要在那个地方降落 你知道吗 他根本就是迫降 因为呢 他那个驾驶也是发现到说 不行不行 我飞机操作上有问题了 他就往沙滩那个地方下去 结果没有想到不幸啊 我刚刚讲说一个五十岁的一个男子 跟一个八岁的这个女童 因此就这样被这个飞机给撞死了 突然其实有一架飞机 他就要从这个伊斯坦堡起飞 你知道吗 结果他起飞的时候 他说我们天气通常你知道 他起飞之前 你都要看这个天气预报表 你有很多的东西通通都要检查 他说一切通通也都正常 你现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个飞机 你会发现到 他的那个玻璃有点怪怪 整个都是变雾状的你知道 甚至连他机笔的那个部分 你会看到整个都没了 那那个记事长就说呢 我现在看所有的状态通通都是正常 我就开始起飞 你知道那因为你要你起飞 通常他一定的这个高度要爬升 他说他十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 不到十分钟 他就已经爬升到1300尺 但问题是你知道 突然就下起了大冰袍 大冰块都来了 那个大冰袍不是只有空中 你会看到地上全部 其实通通都是冰袍的那个状态 那结果呢 这整个飞机上面127个人 驾驶当时他讲说 我的天啊 那个直接玻璃 打下来之后呢 变成那个碎裂的那个蜘蛛网状 玻璃破了 你想想看 他就算没破 上面你看不见了 好不好 那很多观众朋友就讲说 那我们看不见没关系 现在飞机不是都有自动导航系统吗 但问题是 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机笔的位置 整个打烂 也不能导航 因为自动导航就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整个都坏掉之后 这个机长他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飞回原来的这个机长 可是你看当时的那个气候 你看这个状态 机长也是这样 你要下了一大堆的拼袍 那个时候很多飞机通通都尽职起飞 后来可是问题是你这个飞机还在空中 你怎么办 机长做了一个决定 把那个周边的通通都清空 让他给破降下 结果这个机长真的技术好 你知道他说我背30年了 你知道吗 他居然用盲匠 所谓盲匠就是也没有雷达 看不到也降 没有导引 然后玻璃又是碎的 他居然是用他的技术 把飞机给降下来 为了这样乌克兰总统 还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你知道吗 还颁发给他一个勇气的勋章 那所以我们就讲说 其实在空中上面 其实有时候真的 像刚刚讲的这个真的是幸运 可是呢 也有不幸的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印尼 你知道吗 印尼 对没有错 那这个印尼 有时候我们讲说飞机在起飞 这个现在因为你知道 现在科技都很发达 所以飞机自己本身的操纵 非常重要 跟塔台的联系 其实也很重要 那这个印尼的这一架飞机 它是状况是这样 他那时候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他要降落在印尼的 这个绵兰机场 那按照他正常的这个 所谓降落的这个程序 是他应该要左转 从左边进场 进场之后呢 再左转一次之后 就顺利的下降 可是在那一天的状况之下 塔台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跑道上面 有另外一架飞机 也要起飞 那这个飞机也要起飞的过程当中 那因为你知道跑道 其实他两边都可以用 那只是有一个 你习惯性的跑道 比如说你从左边的 这个地方进场 那可是这地方有飞机了 塔台就跟这一架飞机讲说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要从左边 你从右边进场 让他 好 那你要让他这个过程当中 可是因为你飞习惯 那都是左边 左边 左边 习惯 好 结果这个飞机的这个驾驶 他确实有收到这个讯息 讲说你要从右边进场 好 那所以飞机本来不是 我刚刚讲说 他正常的这个进场方式 不是应该先左转 然后到了位置之后 再左转进来 太大哭了 可是因为他换了方向 所以这时候他应该怎么样 要变右转 塔台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有跟他讲说 你这个飞机要右转 好 所以飞机就正常飞 好 塔台犯了另外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另外还有一架飞机 三台 也准备要进场 结果这个塔台 把两架飞机搞错了 你知道吗 他把第一架原来是他已经引导 他右转的飞机 你知道塔台跟他对话 还讲说你现在右转 好 有有有 我们现在已经右转了 后来塔台居然问他说 那你现在左转了没有 驾驶说左转 你不是叫我右转吗 你就改了吗 塔台跟他讲 对对对对你就转 他搞错了 你知道吗 这一转下来糟糕了 因为整个飞机 我们现在讲说飞机不是想说 我们开车原地还可以甩尾 三百六十度 一百八十度 你可以这样 他不行 他必须飞过去之后再绕回 问题就出在这里 因为左转跟右转 塔台一直搞不清楚 你知道吗 好 所以这个飞机就往前一直飞 你知道他最后怎么了 他在绵兰机场 距离那个机场 三十公里远的地方 你想想看飞机的速度 其实是很快 在三十公里远的那个地方 被发现 为什么你知道 其实他们当时遇到另外一个状态 因为那个地方 其实山上发生了大火 所以整个浓烟非常的密库 你知道 他根本都看不见 浓烟 结果撞在距离那个海拔 将近有九百一十六公尺的 那个高山 已经撞一台了 对 飞机上面的两百多人 全部罹难 所以后来整个事后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到说 你因为说有一架飞机 你把它改变了它进场的方向 再加上你又搞混了另外一架飞机 进场的这个所谓的左边跟右边的顺序 就造成了印尼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空难事件 说到飞机也非常的严重 就是这一次的尼沙台风来 那长荣航空不是有五百多位空姐就请天灾架吗 当时那个机场超乱的 很多人的这个行程的因此受到了延误 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耍 搞到后来还包括说长荣高层内部的斗争 还搞到现在连机师 包括连空姐 地情也好 空中飞的也好 大家看彼此都很不爽 对 其实长荣航空这次的问题还没有告段落 因为很多人现在还在这个求偿客诉 包括在海外 我最近碰到很多人都说 我那天也回不来 然后就滞留在机场 就所有的被影响的人太多了 那所以这次的整个天灾的这个争议 其实好像大家都认为说 是长荣的工会这边发起了 大概有五百多个人 他们集体请台风架 然后造成了航班调度出了问题 空姐说我们是冤枉的 其实他们说他们冤枉的 因为他们本来是放假 而且他们也跟公司说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要回去上班 可是五百个同时请 会不会有点over 就太离谱了嘛 所以到底这个最后 为什么会造成整个是旅客来受害 然后整个班机就大乱 然后甚至就停飞 其实现在竟然又传出说 是不是有人散动 散动这个这个长荣的这个工会 空姐的工会这边呢 集体来罢工 然后请假 所以有五百个这么多 对 就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说是不是有查获 就是包括法务部都跳出来说 可能要查一下 是不是有人集体散货 那所以这次就 就是整个原因很不清楚 大家互相推来推去 或者也没有原因 对空姐说 不是我们的原因 我们愿意回来 我们也没有集体什么 大家一时表示的联络 那你愿意回来 为什么还要请假 奇怪 对所以这个原因到现在还不清楚 就等于是凸显了什么问题 凸显了长荣航空的整个公司治理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不是员工想跟公司要求什么 公司觉得你账到中 整个都没了 其实没有 其实这次并没有说 大家要抗争 要诉求什么津贴 并没有 所以才会就觉得 整个的这个五百多位空服员 整个请天災假 这件事情呢 让大家很怀疑说 他们请假公司 请不准吗 对他们其实他们是正常请假 也就是说这个大家 因为他们本来是公司在发布台风请假的讯息上面呢 也出了一点错 这个空服员呢 他们本来公司跟公司说 就是说是在几点以前可以通知我们 然后在起飞前三个小时我们都可以回来 结果呢 后来大家都说啊 那因为公司没有没有通知他们回来上班 所以大家就通通请了天災假 所以是在公司的这个跟空服员之间联系 沟通有问题 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才会导致那么多的航班 大概超过五十个以上的航班 然后呢 整个上万名的这个旅客都受到影响 所以呢你知道吗 大家呢 就包括机师 然后包括里面的空服员 大家都互呛 你看他们说 你看你们斑斑被客人电啊 然后呢 就是被甚至呢 你看什么请假的婊子们 这个是地勤活的 对就地勤就已经非常的生气 就被客户骂 骂翻啦 对所以很难收拾现场的这个乱象嘛 所以呢才会说 因为婊子们都请假 就讲话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听了 那当然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那最近呢 在六月份的董事会里面 张国正回来当董事 大房嘛 大房的这个老三 他也算是长荣航空的创办人之一 因为呢 这个张荣发先生 当时成立长荣航空所有的业务 包括航线的这些规划 那几乎都是张国正在处理的 所以张国正算是对整个长荣航空的运作 非常了解 但是呢 现在整个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因为不管是航空或是海运 其实长荣在海陆空三方面 其实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所谓的柯氏王朝外清 就是这个所谓的张荣发的第一大将 柯立青 柯立青 他呢 他现在是整个主导了航空跟海运所有的一个经营权 他算是自身老陈吗 他算是跟着张荣发当年呢一起从一个中央海运到长荣来一起共同创业的一个伙伴 大家以为说他只是管财务的大臣没想到呢从张荣发先过世之后呢他现在就是整个主导包括基金会包括所有的这个财务的大权之外呢当然公司主要的一些经营也是由他来负责 现在是现在还是他所以你看到这些包括地勤包括空姐的这些乱象似乎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稳定军心 然后空姐也觉得说我们也没有集体大家互相去抗争也没有在跟你公司诉求什么要更好的福利 那只是因为你公司治理上面跟空服务员的这些放假的联系上面出了问题竟然还出动了说是不是有所谓的散货罪 所以这整个呈现了什么问题整个呈现了长荣集团现在是一团乱那张荣发过世之后的整个的交棒的工作 第一场我们看到的是家族的增产接下来呢接下来是老臣夺权 然后呢子女的接班整个一个是出一个是出去然后大房呢完全不在所谓的经营团队里面 所以才会出现公司治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家航空公司已经非常大的警讯了 王祖贤已经退出演艺圈现在在学佛 不过这一段唱着四天西走病的歌曲被网友算爆了 当你在船上月灵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当你在船上月灵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说真的我倒是没有看过王祖贤唱歌不过麦哥说刚刚那一段很明显当时在录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应该唱对嘴的啊 奇怪呢已经事先录好音唱对嘴还唱成这样 那表示说他的歌声可能不是他的强项 我们讲王祖贤是永远的聂小倩这个倩女幽魂 是对不对真的是当年无人出其有 你知道徐克倩女幽魂王祖贤当时还不红 主动试镜徐克惊为天人香港那么多的女明星挑了王祖贤 非他不可 而且徐克后来跟别人说他拍了香港所有的女明星 王祖贤是唯一可以不上妆上镜的人 不化妆上镜头的条件这么好 对我们讲到王祖贤其实父亲是篮球国手 15岁他就是一家台湾公司旗下的篮球女篮的先锋 他打篮球 打篮球因为个子高挑 后来被广告商发掘拍广告 结果广告商的摄影推荐他拍电影 他当时考进国光益校的时候拍了第一部电影 就是那年的湖畔会很冷 16岁就拍这部电影 好这部电影呢 其实一拍完以后惊为天人 当年的金马奖 你看今年的湖畔会很冷 已经跟男主角黄勇这个男主角传出建筑师 男主角传出绯闻 这个电影当年的金马奖的时候 金马奖典礼的时候 被邵义夫邵氏公司老板跟方艺华看中 马上把他跟高达电影公司合约买断 把王祖贤引进到邵氏去 王祖贤17岁进香港邵氏 香港邵氏进了 香港邵氏之后就外界拍港片 好了跟许冠杰 当时跟许冠杰拍打工皇帝魏斯里传奇 马上我跟你讲 因为王祖贤一个电影 一个美丽的香港的男明星 全部臣服 一拍许冠杰绯闻传出了 就爱在一起了 就是传出绯闻 一拍他跟吴启华当年 在不同的片场拍戏吴启华被他煞到了 结果王祖贤回台湾来 吴启华就长途电话追踪 所以吴启华也传出陷入王祖贤 黎明呢 当时黎明还没有红 在尖沙嘴的pop助唱 还没有四大天王 对 黎明当时因为老是代思聪 跟王祖贤妈妈是好朋友 王祖贤的妈妈就收黎明为干儿子 那王祖贤经常去黎明的pop去听演唱 后来一红了以后这段感情就没有了 好 当时王祖贤开始在香港正要崛起的时候 齐琴在台湾出了狼这张唱片 红了爆红 狼就要改编成电影 芳草碧连天 是这样子 对 那齐琴当时呢 挑选女主角 片商给他女主角的人选 钟祖宏张曼玉 齐琴挑了还没有大红的王祖贤 钟祖宏张曼玉跟王祖贤都是三大红的 王祖贤当时还没红 还没红 齐琴挑了他 为什么 因为都是台湾人 好 所以王祖贤当在哨师 又被外界回台湾拍 芳草碧人天 这不是国片 台湾电影 也击开了他们两个的恋情 十七年的恋情 可当时第一幕见面的时候 两个并不对眼 齐琴带了花去接鸡 接王祖贤 王祖贤一下飞机 他不认识齐琴 齐琴献花给他 王祖贤就很高傲说 我不喜欢鲜花 后来就跟制片说 为什么是这个男生跟我配戏 他比那么矮 他嫌齐琴矮 对 心情没有很高 的确 可是在拍芳草碧人天的过程中 两个人产生情愫了 为什么呢 这个剧本还没写完 吴念真剧本出不来 两个人开始在等剧本 等剧本齐琴就要王祖贤唱歌 然后这个时候拍了一个MV 冬雨 大家记得冬雨 一个人在唱一个在跑 哇 冬雨这首歌 一拍两个定情了 就杀到了 杀到了 定情之后 芳草碧人天正式开拍 每天台中片场拍戏 拍出了感情 两个人正式承认 谈恋爱了 齐琴说王友谦杀女朋友 好了 拍完了这个戏 王友谦又回到香港去拍戏 因为去到香港拍戏 片约全部在香港 太红了 当时香港就讲 切女幽魂开始了 切女幽魂 这个是在切女幽魂之前 切女幽魂开始以后 片约接到不行 最红的 好了 这个时候感情受到考验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大老板林建越 香港的富商 富商林建越要追他了 香港的富商 看上王主贤了 林建越是何许人业 后来拍了吴坚道 环雅公司 当年是林百新家族的 二房的儿子 林百新家族谁 林百新 这个是林百新 他爸爸是吗 这是林百新 他爸爸 是 这少医夫 少医夫 电大老 大亨 林家当时在香港 什么呢 立新集团 房地产 鳄鱼 那个鳄鱼牌的 T恤的代理 然后整个都是有钱的 雅士 香港电台雅士老板 那个势力多大 林建越太子爷 而当时林建越 已经有婚姻了 他的婚姻 是我们台湾的首席花旦 谢玲玲 他娶我们台湾的女星 为什么娶台湾女星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家族 很喜欢台湾 林百新当年 就很喜欢台湾 经常来台湾做生意 立新来台湾做生意 林百新还曾经台湾 坐过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时立新集团 要涉及到一个 学校的土地开发案 涉及到弊案 结果林百新被收押 后来请了邵义夫 来求救 你知道那段时间 他的二房 余宝珠 势力最大的余宝珠 就在台湾来陪他 营救 林百新回香港 讲到林建越 跟谢玲玲 当时王祖贤 根本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谢玲玲 已经是台湾第一花旦了 对 婉君表妹 电影 中式的亲情 周游长寿剧 亲情 第一女主角 都是谢玲玲 谢玲玲 当时林家 就是因为在家里 台湾看到谢玲玲 就爱上他 爱上他 就台湾叫他 把他娶回去 娶他做媳妇 所以林建越 娶了谢玲玲 可是娶了谢玲玲 又喜欢王祖贤 怎么回事 我跟你讲 谢玲玲 一到林家 生了五个小孩 都生了 男人你都生了 对 可是煞到 他追王 因为我刚刚跟你讲 林建越 人家怎么形容他 你知道吗 人在海边走 脚没有不湿的 为什么 电视台 亚氏老板 环雅电影公司老板 你想想看 多少女明星 小魔会扑上他 因为给我一个 演出的机会 有太多人 就有钱 如果本身人 你这个又风流的话 那就完全吃喝不尽了 好 当时他看上王祖贤 怎么追王祖贤 你知道吗 王祖贤怎么 勤现林建越 已经有跟男朋友 齐勤了 怎么勤现林建越 他也拼了就对了 我跟你讲 他有各种追求方法 私人飞机 今天带你到 加拿大滑雪 明天已经飞到 拉斯维加斯 堵城吃晚餐 像公主一样 后天到夏威夷 晒太阳 这个物质 已经不算什么了 他当时王祖贤 电影 两个人投契 林建越告诉他 我要让你得到奥斯卡 所以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齐贤博电影公司 这么捧他的 就让王祖贤当老板 设在鳄鱼大厦的里面 然后他们两个 就有宏愿要拍 因为当时王祖贤 拍商业电影 要进奥斯卡 可是没有想到 这段不伦恋 让他们两个身败名裂 不要说奥斯卡了 王祖贤到现在 连金马奖 香港金像奖 都没有拿过 对 他完全没有得过奖 没有得过奖 就是因为不伦恋的关系 可当年 就是不伦恋 身败名裂 因为当时就是小三 侵入别人家庭 而当时就是两个人 我刚刚讲林建越 物质的 电影的美梦 贯注在王祖贤身上 这段感情 其实最大的破局 在于 余宝珠 她的妈妈 对 余宝珠二房 特别的喜欢谢玲玲 王祖贤跟林建越 这段感情 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是一个最大的绯闻 已经因为你知道 谢玲玲 两个台湾女人 对啊 一个香港男人 跟两个台湾女人 都是一线女心 一线女心的故事 好了 结果当时 于宝珠讲过一句话 她说这段感情 我看衰 不会超过两年 妈妈看衰 而且妈妈讲了一句 很经典名言 我们家只有一个媳妇 叫做谢玲玲 林建越所有的女生 我当她叫鸡 哇 这个话多严重啊 这个话后来变成 一个香港经典名言 就把王祖贤 打到了一个很低的层次 也因为这样子 刚讲了 于宝珠 她的没有进 林家的几个原因 于宝珠反对 另外 她的五个儿女 谢玲玲的孩子 谢玲玲当时小孩都很小 全部是王祖贤 我眼中钉 不跟这个王阿姨讲话 那怎么进家门 你要当继母 有五个小孩 都不认你 都不跟你亲 怎么办 好 在这个焦头烂耳之时 林建越的花心又来了 怎么了 谁呢 杨彩妮 他又跑去追杨彩妮 对 当时杨彩妮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漂亮 所以香港当初就有个大新闻 就是王祖贤很生气 开了车 在杨彩妮的楼下等 逼他 要赌他是不是 两个要赌他 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这一段后来遍体鳞伤 像女人为何要为难女人 但在这些事情 所有发生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齐琴都在默默的守候 王祖贤 等着他 他们两个17年三度分合 齐琴永远 香港一受伤 马上回台湾 齐琴接纳 林建越后来两年真的分手了 王祖贤再回到旧爱的怀抱 你知道1998年 你刚刚讲出那个 唱那个走音的歌曲 98年当时开了一个 非常轰动的记者会 当时电影唱片公司 要帮王祖贤出唱片 两个人开了一个 同年同月同日记者会 什么记者会呢 齐琴跟王祖贤同日发片 对 这两个人发片 可是记者会当时 王祖贤哭诉他整个 你看人不要害怕犯错 这个记者会轰动港台 他说他当年的这些事情 都已经得到了 他犯错了 他不害怕没关系 他重来 但是他对林建越那段 他没有悔恨过 他说即使 以当时他对感情的认知 对方即使有家事 他还是会爱上去 因为两个人爱上 可是社会不认同啊 对 那是不认同的 好 这个唱片记者会呢 同年同月同日 但记者大失所望 为什么 因为两个人不合照 为什么 不同不合照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不合照 不同台不合唱 那有意义吗 有意义 唱片两个人唱片 一共卖了15万张 达到了宣传效果 好 1998年 这样子 两个人当时就讲了 2000年决定结婚 好 所以大家就知道 齐琴 王祖贤 这个让 王祖贤 让女回头 回到齐琴身边 两个人要结婚了 可是2000年 正要结婚之前 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们原来到西藏去 给大宝法王 扶政 大宝法王 当时因为政变的关系 逃跑 不见了 没有给他们欺负 没有欺负成光 郑婚人不在了 郑婚人不在 没办法结了 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 跳出来一个 方美方跟方伟 这是谁 这是齐琴还没有走红之前 在POP演唱的时候 跟一个同居女友方美方 分手了以后 方美方生下了齐琴的骨肉 齐琴还没有红之前 对 生的小孩 这个记者会当时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 这个方伟16岁 控诉齐琴弃养 说爸爸不理他 对 但齐琴说当时 他们两个是已经分手 分手之后方美方决定 单独把小孩生下来 这个事情会闹得官司 闹得很大 最后法院判赔齐琴要赔六百多万的赞养费 给这对母子 好 因为这个事情 王祖贤也退却了 因为闹到风风雨雨 加上大宝法王无法扶正 因此就不结了 不结了 2000年的婚事告吹 没有结婚了 没有结婚之后 王祖贤就开始隐居 不见了 就隐居 到2000 1998嘛 999 2001年我在东京 隔年的时候 2001年我碰到王祖贤 你在日本看到他 因为王祖贤那年受邀 东京营展 评审 我去东京采访 第一时间采访王祖贤 他说 问他为什么习影 他就预留伏笔 说他只是在充电 怎么样 因为那一年 王祖贤跟公哲礼会 拍了一部杨帆导演的 游园金梦 公哲礼会的写真集 当时也是很爆红的 公哲礼会在日本自杀的故事 像讲给你听 我在现场 多轰轰烈烈 多好听啊 不管了 这都是感情痴情女 王祖贤那年去东京 杨帆 公哲礼会在这里 公哲礼会 王祖贤 那年 我跟他那年的东京 我采访王祖贤 跟他们近距离接触 你知道王祖贤 有讲一个故事 非常好听的 王祖贤多么的自恋 你知道吗 自恋 自恋 那一年有一年 我们有一天去看电影 看日本的一个大片 原事物语 就是日本的红楼梦 有一大堆的女明星 然后天海右溪反串 我就跟他聊天 王祖贤就跟我讲说 这部东宝的电影 本来找我演的 因为王祖贤演过日本片 北京猿人 可是因为这部电影 大量收音 我的日文不行 所以后来换成了天海右溪 当然不知道自真是假 不管了 当我们两个 当我跟王祖贤聊天 时候看那个 原事物语的手册 画报 女明星如云 我就跟王祖贤说 祖贤 这里面女明星 你觉得谁最漂亮 你知道他做什么动作吗 他怎么样 他就看全部是女明星 他这样子 我最漂亮 真的好自恋 好自恋 那一年我就觉得 他带他真的漂亮 你见过王祖贤本人 那一年他已经不是那么的年轻了 我跟你讲 那一年的评审 你知道吗 他被德国的 被其他的猪 那些猪哥评审 杀到了 每个评审都晚上去 要他喝酒 连外国人都杀他 都杀他 所以他多么的有 桃花韵 电力有多强 好 这个之后呢 就要回 我们昨天讲徐丰 今年金马奖 昨天前讲徐丰大姐 忧郁症 对不对 忧郁症的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原因 其中原因就是王祖贤 为什么 我跟你讲 王祖贤很漂亮 很多人都希望他付出演戏 是 好 徐丰决定要力捧王祖贤 跟他签了六年合约 所以你回来演 我监制就对了 对 我捧你 汤城捧你 演了第一部《美丽上海》 很棒大陆片 王祖贤的大陆片 大陆片 这部电影得了 徐丰监制 很棒 演了 一演完之后 SARS来了 20年SARS来了 张国荣哥哥跳楼 刚好时间 就这么刚好 王祖贤一看到这个新闻 整个崩溃 他在加拿大看到张国荣 他们当年也 因为他是宁采成 宁采成跟宁小倩 他一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崩溃了 崩溃之后 不接电话了 汤城徐丰打到加拿大 不接电话 从此人间蒸发了 张国荣交情一定也很好 对 所以徐丰大姐 从此忧郁症爆发 因为他要捧的人 签六年合约的人不见了 竟然没有办法配合他 一起来出电影了 不再演电影了 也不再 这个合约怎么办呢 就没有下文了 就得忧郁症 忧郁症 徐丰大姐忧郁症 所以这就是王祖贤 现在大家知道 他潜心惜佛 然后呢 有时候会会 台北还出现 香港还出现 有一次香港有个新闻 人家说他整容 他还跟人家辩论说 我没有整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永远 应该不会再回到 荧光幕前了 他的 艾小倩 永远在隐目心目中 我们来看到瑞士的高山 发现到这个 四千年前的便当河 这个便当河里面 如果说真的是 考古无问的话 我再猜 应该还有留一些 玉米或者是小麦 或稻米 或者是肉片吧 其实从这个便当河当中 可以看出当时 人们生活的情形 对 其实这个是最近 瑞士考古队 对外公布的一个讯息 他们在一座 这个高山上面 海拔 大概是两千六百 九十公尺的山上 他们找到一个 木制的一个盒子 那一开始的时候的话 他们很怀疑 到底里面装什么东西 木制的盒子 它的长相的话 其实就是长得 我们在荧幕右边 看到这个样子 它其实并不是方的 它是圆的 而且有点破掉 那一开始的时候的话 他们没办法确认说 第一个 它是什么东西 而且重点是 我们刚刚讲便当 对不对 那便当是我们现在的讲法 当时也没有办法 确认说 它到底是不是食物 或是什么样的 一个物品在里面 后来 这个盒子 包含里面的成装物 送去做探死室 树林测栗 发现什么 发现说 第一个事情是 最有趣的是 它的年代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过去认为说 在山上 这么高的山上 找到东西的话 应该不会太久远才对 古人应该没那么笨 没事爬到一座灯 海拔将近 两千七百公尺的山上去 这基本上笨蛋 它会干的事情 可是在这一个 两千七百公尺的山上 居然发现一个盒子 而且这个盒子里面 装的东西的话 经过年代车点以后 距离现在 大概四千年左右 四千年了不起 四千年 这个的话是 西远前两千年了 换成是中国年代的话 大约是中国这一个 商代末期 周代初期的时候 如果换成是 古埃及人年代的话 当时的法老都还在 所以其实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古老的年代 距离现在四千年前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 后来对里面的东西 这个内容物 算看起来一坨 对不对 好像不知道什么东西 可是内容物 经过鉴定 然后发现出 哇 更厉害了 为什么呢 盒子里装的东西 居然是食物 吃的 吃的东西 是一个古代 盛装食物的盒子 那里面到底装什么东西呢 他们后来经过分析 有发现说 里面装的全部是骨子 简单来讲 就是吃的那个 像是麦子 或是大麦 燕麦 这类型的东西 一粒一粒的 就是装的东西 就是食物的 对的 那如果是食物的话 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其实根据的考古队说法 讲说 这个东西推测 应该就是四千年前 古人的便当盒 简单来讲 我们过去认为说 在过去那个时代里面 或者都是采集维生 或者是打猎维生 可是从这个内容 看起来的话 他应该是自己种的 而且不但自己种 他们自己种了便当 自己也到他上上去 那其实说到这个便当盒的话 在过去的世界里面 其实一直都有便当的存在 那刚刚我们看到 他看到那一个 是四千年前的便当盒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真的 在中国的话 便当盒应该长什么样子 这么漂亮 这种盒子 你家有这种货色吗 对不对 这一定价值连城吧 盒子价值连城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认知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 古人的便当盒的长相 这三种都是便当盒 对便当盒 三种都是 这个便当盒的话 左边这种便当盒 称为提盒或自然 一层一层的 它是可以提起来了 上面那碗页是提把 下面这个是一层一层一层 装饭有帮菜 装饭啊装菜啊 装肉这样子的 混在一起嘛 像我们便当训壁的 这样都混在一起了 多优雅 那这一个 是叫做提盒 好看 那上面那一个的话 更厉害了 它叫做盏盒 那盏盒的话 各位看到没有 它里面分格子的 有盖子盖起来 里面会一格一格 这个很像过年吃那个 就像我们过年吃 那个装 装那个什么 开心果 装那个什么 开心果 它也是便当盒 它里面的话 可以装各式个小菜 或是干果类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 下面这个东西的话 虽然说看起来 是个云流落的 不怎么样 对不对 它这个东西叫做盆盒 也是便当盒 它也是便当盒的一种 那就以清代来讲的话 清代的时候 当时的人吃饭的话 是随时想吃 就喊传善 如果家里 如果人只是皇宫的话 就喊传善 那一传善 有的话 那个大厨房里面的话 就要把那个食物 赶快啪啪啪 捧出来这样子 先准备好了 先准备好 然后就要捧出来给你 那问题是 吃饭的哪吃呢 我们现在家里面 家里都有饭厅嘛 我们吃饭的话 在饭桌上吃 对不对 可是告诉各位 如果以清代来看的话 清代基本上 没有所谓的饭厅 这个概念的 他们也没有餐桌 这个概念 简单来讲的 如果说你现在 在逛花园 很传善 那这个时候的话 厨房就 啪啪啪啪 弄那个捧盒 弄那一个什么 那个食物 装在这个盒子里面 那一路的从厨房 要捧到花园 来给你吃 这是有钱人家在生活 是有钱人这样干 重点是 你吃饭是没有定时 也没有定点的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的 这个装食物的盒子的话 基本上都要有盖容器 为什么呢 第一个怕烫到 第二个也是为了保温 那这个捧盒的话 事实上我们台北 故宫博园也有 他不是就一个而已 他是整组的 那这个盒子的话 还有特别的名字 各位看到没有 上面写的是 瓷溪大雅斋捧盒 那什么的大雅斋呢 大雅斋是瓷溪太后 他在50岁过生日 大寿的时候 他特别下令 叫当时的 这个皇家瓷器工厂里面 所做出来 他个人专属的瓷器 而且这种瓷器 他烧出的时候 非常的那个什么 那个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外面那一个花纹 一个一个手工画上去 而且是用的是 当时最高等的 这个瓷器制作工艺 叫做所谓的 这个粉彩工艺 来做出来的 而且这个瓷镜 在做的时候的话 据说当时还特别拨银 这个50万两 50万两给瓷器工厂做 而且重点是 做出来的瓷器的话 一组送进了 当时的紫禁城里面 去给瓷器专用 而且重点是 如果你做坏了怎么办 就是那个不良品 或者那一些 有瑕疵的瓷器怎么办 告诉各位 全部要上缴回来 而且这个不好东西 全部打碎 最后那个碎片 全部埋进了 这一个浴花园的 那个地底下 只留下 一组最好的瓷器 这一组最好的瓷器 后来因为上面 就出现了 大雅摘上的字 上面看到一个红红的 像印章一样 对不对 它里面写的就是大雅摘 所以这就证实了 这个瓷器 是当年此期专用的这个食盒 或是便当 所以其实古人吃饭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讲究的 比我们现在的保利龙便当盒 来的不知道高级多少倍 泰国这个男子有点白目 他去动怒这个黑熊 那黑熊就抓狂 把他拉过去 一直咬这个人 这个男子 他一共缝了上千针 被救出来 几乎也是一命呜呼了 在泰国有一个野猪的 这个养殖场 因为他之前 他有公告讲说 里面讲了一百多头的 这个野猪 那希望让民众 可以把他任领回去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发生 你刚刚所讲的 说有一个男子 在这个地方 被黑熊给抓进去 跟野猪什么关系 对啊 很多人就很好奇 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野猪的养殖场 其实在泰国 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龙婆拉美大师 那这个是他原来 就是在肆域 这个野猪这个地方 可是他也养了一头 这个黑熊 这个黑熊 差不多八岁左右 你知道 但因为他性情很温馴 从来也没有伤过人 所以这个龙婆拉美大师 就一直把这个熊 就放在这个养殖场 这个里面 那一直到这个 这个龙婆 他过世之后 然后他就找了一个 试育员专门在试育他 那结果从周边的人的讲法 是这样 就你们看到画面上面 一直咬他 这个黑熊 直接把他拖进去 他就把他吃掉了 周边的人看到是这样 有一个说法是说 这一个男子 他不是围着那个柵欄的 那个位置 想要去摸这个黑熊的头 就太白目了 结果这个黑熊 他都摸着头 摸着头 突然黑熊都抓住他的手 直接把他往那个栏杆里面拖 就成了你现在画面 而且他直接不只是咬他 不断的攻击他 你知道吗 把他咬的遍体鳞伤 那周边的人后来 真的赶快通报 就是饲养这个黑熊的人 他赶快过来安抚那个黑熊 黑熊才放开他的嘴巴 你知道 把这个人给拖出来 然后送到医院里面去 逢了将近一千针 好 但问题就来了 这个男子你没事干 是啊 你没事 人家在那边发放野猪 你是你弄这个黑熊干什么 旁边有一个说法是说 这个男子可能喝酒 因为他喝醉了 你知道吗 他把熊看成猪 不太知道是 他可能觉得把熊看成人 要跟他say hello这样子 结果可能因为他满身酒气 你知道吗 他就 有没有看到 现在大家赶快把他给拖走 送到医院里面去 他因为满身酒气 很有可能是黑熊 其实他根本也没闻过 那个酒的味道 就觉得你现在这个 你是怎样来跟我挑衅 还是怎样 所以才动了 才动了手 把这个人拖进来 其实在海里面 也有很多的生物 其实说真的 没事也别靠近 比如说像鲨鱼 在美国呢 有一个在马省的这个地方 有动物学家 但他们真的没办法 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他们经常很多科学家 他们就会在水里面 放这个摄影机 我现在边讲的时候 观众朋友边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应该会觉得 有点怪怪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鲨鱼 居然去咬他这个摄影机 你有没有看到 张开都游过来之后 你有没有这么近距离 看过鲨鱼的口腔 你看没有 他可以想到 你检查牙齿 我们牙齿这么多 事实上过去 那个动物学家 在观察这个鲨鱼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说 自己真的潜到下面去拿那个拍 那太危险了 他们其实都是用 那个水中的摄影机 然后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他说我以前怎么观察 也都没事 结果没有想到 不知道这一只鲨鱼 是好奇还是好玩 还是肚子饿 以为那个摄影机是鱼儿 你知道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我们还真没有近距离看过鲨鱼的牙齿 你看一百两百 这个他咬到可能真的是 昂蜜豆腐 超跑跟飞机 谁跑得比较快 环宇搜奇无奇不有 今年的莫斯科航空展 最近刚落幕 期间为了吸引全球目光 特别找来三款超跑和三架飞机 进行超狂另类对决 双方在三千公尺的赛道上竞速 空中地面两大飞毛腿将一较高下 地虎队派出包括F1赛车及奥迪R8等 对上的是以米格29战斗机为首的天龙队 一般认为车子就算速度再狂 也跑不赢战斗机吧 结果却是跌破大家眼镜 速度超快的米格29 本以为可狂电对手 却意外的落败 后来还得靠EA300特技飞机拿下两场比赛 才替天龙队搬回一城 最终两队则以3比3握手言和 像这样的高速竞赛让人看得血脉喷张 但接下来这个比赛则让人想睡觉 英国东部诺福克郡举办了一场蝸牛赛跑 一共有150只蝸牛参赛 有如马拉松一般 比赛时间耗时了整个下午 只见那些被骑得五彩缤纷的蝸牛们 背着那重重的壳一步一步的往前爬 然而获胜者可以获得一整碗的锅具 只是这样的比赛可说是全世界最慢的赛跑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